合计,林温柔要派带基隆港务警察总队总队长 基隆港务警察总队长举行交接典礼 新任总队长林温柔接过硬性正式履行 有鉴于基隆市警察局日前发生 侦察队与帮派要脚聚餐庆生 违反封建案件 典礼尖交人警政署警政委员黄世青 再三叮咛各级干部 吃饭前想要问清楚 不该去的地方不要去 一不小心现在没有事 两年后三年后跟你翻旧账 新任总队长林温柔是中央警察大学 第58期公共安全学系毕业 历任新北市警察局公关室主任 新北市警察局树林分局海山分局 新庄分局等分局长 学经历相当丰富 过去在82年到92年曾经在基隆市服务 这是20年后再回到基隆港来服务 我们希望在港区的安全 包括基隆港台北港 蘇澳港跟福澳港 我们相信在基隆港警总队的同仁的 全力以赴之下 能够确保整个国境的安全 有鉴于基隆市警察局发生的封击案件 引起了警政署高度重视 下令要求各县市的警察同仁 要维护警察封击 如有违法绝对延办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